听一个故事 品一段人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洞见人物 陈道明夸他是好演员 吴宇森说他是能用眼睛说话的人 他是我的前半生中毒蛇又多金的优质男赫寒 是伪装者中的成熟稳重的大哥明楼 也是精英律师中骄傲自大的罗宾 他就是近东 17岁出道 39岁才走红 近东用了22年来打磨自己的演技 2015年爆红后 本以为是守得云开见日出 没想到这是他口碑崩塌的开始 西里的近东温文儒雅 风趣又有涵养 西外的近东自称知识分子 却错漏百出 装到翻车 被网友嘲讽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近东出生普通 有今天的地位和名气 其实都是靠自己打拼 他出生济宁市 金香县的一个小镇上 从小和爷爷奶奶 以及姐姐一起生活 爸爸是普通员工 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改嫁他人 中专毕业后 他在酒吧里当过服务员 助唱歌手等 他这样形容自己 领到工资时的心情 第一个月的工资 领了105百 也还不错 但总感觉心有不甘 一个偶然的机会 近东遇见了好久不见的发小 发小在北京的影视圈里 做美工 见年轻的近东 长相俊朗 很有舞台魅力 就问他 想不想当演员 这无疑让近东 内心的不甘找到了出口 毫无意外 他一脚进入了影视圈 从龙套做起 1993年 他在东方商人中 饰演年轻的高显阳 1998年 他在母亲中 饰演儿子张鸿冰 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近东才从龙套熬成主演 可惜母亲播出后反响不大 即便是当上了主演 近东在演艺圈 依然是前途渺亡 幸好同剧组的岳红 注意到了这个好苗子 他向近东建议 包括中系 好好学习演戏 岳红的话 为近东指明了方向 1999年 近东顺利地考入了中系 成为了那一介 年纪最大的学生 还被师哥留业嘲笑过 但心智成熟的近东明白 反击最好的方法 就是默默地努力 用演戏证明自己 大学四年 近东每天都是 早起晚睡的状态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时 别的同学通常教一篇 而他主动教两篇 每部戏至少要看20篇 分析里面的细节 舞台上小道具的摆放 为了完成作业 近东曾数十度被逼疯 每次教作业都喜忧参半 但他又很要求 每次都逼自己去做到最好 努力学习的近东 得到了中系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但是他们认可和中系的招牌 并不能成为近东的护身符 毕业后 他依然只能从配角做起 少年大清斋中的徐安 女子监役中的丛文辉 深情密码中的医生 这样的龙套角色 近东一眼就是十年 十年间 他经历了和江山的恋爱与分手 演了各种类型的电视剧 找到女朋友很多都比他名气大 收入高 近东是要强的 但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把更多的心思 划在演戏上 拍《天空之城》的时候 近东每次都会提前花三四个小时 准备第二天的戏 其他演员拍完戏后 会去KTV放松一下 但是近东不会去 他更愿意在房间里 琢磨剧本和角色 话剧是他另一个发展的舞台 中系毕业后 近东一直待在小剧场 打磨自己的演技 出演过方达生 毛泽东等经典人物 还拿了中国话剧金师奖 2015年 近东终于等来了自己爆红的机会 一部伪装者 使他成为当年的话题人物 39岁的近东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他又顺势接拍了《欢乐颂》 《狼牙榜》 《我的前半生》等热门电视剧 一跃成为了内地娱乐圈一线男星 热度甚至盖过了当年嘲笑过他的诗歌刘烈 22年的苦熬 近东终于大旗完成 名利双收 他的成功来之不易 但没有人想到 这也成为了近东中年危机的催化剂 2017年 近东饰演的贺寒火了 长到角色甜头的近东 在三年之内 接拍了大量同类型的精英角色 《欢乐颂》中的商务总裁老谭 《恋爱先生》里的牙科精英陈昊 《外科风云》中饰演精英医生 精英律师中他又演精英律师 除去职业区别 这些角色相似度真的太高了 人物造型 肢体语言 情态动作 气质 台词 风格都十分雷同 如果只看剧照 甚至很难分清楚这是哪一部电视剧 角色的雷同 也使得近东的表演走向了城市化 出场时 总是梳着大背头 穿着笔直的西装 走路抬头挺胸 自带气场 流露出居高临下的领导气质 台词风格也极为雷同 和同事交流是上司范 和女性交流是导师范 教训人时 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话 凸显自己的长者范 演到最后 无论是贺涵还是老谭 他们总是披着精英败套 核心仍然是以恋爱为主 导致角色变得空洞 不切实际 成名之前 近东还会尝试接拍各种类型的电视剧 拓宽自己的戏路 而成名之后 他却开始步步自封 缩小戏路 接拍的电视剧评分一步比一步低 近东戏路上的危机 不仅令人替他担心 他用了22年的时间来沉淀自己 但是被质疑 却只用了两年时间 这几年内 近东迅速成名 又迅速的口碑崩塌 他的火与争议都是事实 而他的危机 不仅在于角色雷同 还源于他逐渐变得虚荣和自大 2017年 金星在节目上评论近东 演得很好 但是角色太雷同了 可惜成名后的近东 不仅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还转而攻击金星的性别 说一切不男不女 非爷们的人事都无意接触 他甚至开始在媒体面前吹牛 说自己在上大学之前 将斯诺克 篮球 排球 足球等都达到了准职业的水平 可他上大学之前在跑龙套呀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练习呢 他还自称知识分子 平日里看禁书 写二口的诗歌 推广繁体字等等 可他的诗歌 繁体字 采访 却都错路百出 惹人笑话 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讲座时 面对台下学生的提问 近东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 还diss 人大没有中系号 这些矛盾的话语和行为 无疑暴露了近东内心的自大与虚荣 毕竟演了精英 不代表自己就是精英 戏里的近东偏爱饰演总裁精英 戏外的近东 也成为了一名名演员 但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 他似乎忘记了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忘记了自己努力奋斗的历史 只想沉浸在明星的光环中 粉丝的赞美声中 作为一名演员 他缺失的不再是金钱和名气 而是那颗努力奋斗的平常心 很难说名利不会改变一个人 近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火之前 他清醒又努力 火之后 似乎忘记了初心 回顾近东的演员之路 是坎坷的 努力的 今后的近东 若想长期从事演艺事业 当务之急 是拓宽自己的戏路 塑造出不同的人物 作为一名演员 一旦形象被固定住 不思考转型 他的演艺注录 真的走不长远 黄晓明 霍建华 他们目前的困境 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